大家好,这期视频我用行书写了一幅对联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沉 春风大雅能容物指的是温暖的春风,雅亮高远 有包容万物万事的大胸怀,大气度 秋水文章不染沉,文词笔墨如秋水一般 清澈明亮,不沾染半点世俗尘埃 那么这幅帘是清朝邓诗如自体于书房的迎帘 这个春风暗指了老子道德经中上山落水的道理 以及庄子秋水中的异境,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清高 既教导了别人,又提醒了自己 心中刚容万物,不可遇人争夺名利 留一个清白明亮的心境 那么我这是用行书所写 这个行书呢,它主要表现为笔画简约 自由远转又流畅 行书是楷书的简洁化 它又吸收了草书的流动连绵 体现出一种动态美 而且呢,也好认大众化比较强 实用性也比较强 行书的特点与楷书草书都有较大的不同 它具有极强的可变性和伸缩性 从字体上说,我吸收了王羲之 赵蒙甫 董奇昌 唐颖的书法的笔法 他们的字非常美 而且气势连贯 灵动而流畅 大有一泻千里之势 他们的行书对后来影响非常巨大 大一泻千里之势